英国柳叶刀的一份最新医学报告指出 中国大陆每年有230万例的心血管死亡病例 是由高血压引起的 然而人类在高血压面前好像是束手无策 不过目前居住在加拿大的华裔王少春先生非常的幸运 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之后高血压的困扰不复存在 调查显示在法轮功修炼群体中 像这种去兵健身的奇迹屡见不鲜 美国新奥尔良杜兰大学何江教授带领中美研究人员 从1991年至2000年 对中国17个省份的近17万名40岁以上的人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高血压是导致许多中国人过早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研究人员的估计 2005年中国有233万例心血管死亡和高血压有关 其中211万死亡患者有高血压 22万患有前期高血压 高血压是不治之症 一旦患病不能根除 只有常年服药 华裔加拿大人王少春出国前是一名医生 他对新唐人表示 虽然是医生 王少春自己也曾射高血压患者 十几年一直靠吃药维持 2003年修炼法轮功后 他经历了一个神奇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他一身疾病包括高血压全部康复 我以前我高血压的十几年了 我以前每天都吃药的 你命工以后就是说多长时间高血压好了呢 不知道医学 王少春表示 他的经历 医学上是解释不了的 嗯 好的 他医学上不可能 早在1998年 中国大陆医学界已经进行了调查 证实法轮功确实有去病健身的奇效 1998年 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 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进行了 对当地法轮功修炼人群的五次医学调查 被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 这是至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医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总数有效率高达98%以上 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 被调查者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得到极大改善 调查报告认为 他们所节约的医药费为国家和集体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为什么要给法轮功定罪 人民报给出的理由是 这个功法危害了人的性命 证据是在1992年到1999年的7年中 练功导致了1400人死亡 但是1400例只是一个单纯的死亡数字 不能够反映法轮功人群死亡率的高低 那么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练习法轮功呢 在镇压以前 国家提委的统计是 全顾大约有7000万人练习法轮功 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 这与当时国内外的媒体报道基本是一致的 而按照中国统计年减 每千万人口平均每年死亡6万人 那么7000万人的死亡人数是 每年大约42万人 也就是说 700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 如果每年有42万人死亡 都是属于正常范围 那么1400例从另一个侧面 反而说明 每年可能有几十万人因为练法轮功 而去病健身 延长了生命 1200万人usters 老子 白二